厄瓜多有一隻超過一百歲的 象龜迪亞哥 因為一九六零年代 象龜一度瀕臨絕種 他被帶到厄瓜多的加拉巴哥 國家公園 去進行人工富裕計劃 在他成功協助繁衍 八百隻象龜子孫之後 這個月也順利的告老還鄉 去享受自由的退休生活 緩慢的伸長脖子 啃咬似玄手上的食物 要有一百多歲的象龜爺爺迪亞哥 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 終於準備返回家鄉 加拉巴哥象龜是全球體型最大型的烏龜 體重最重能夠超過四百公斤 壽命長達兩百年 這種烏龜的特徵是為了禁食 脖子也越長越長 曾經是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 證明生物進化論的物種之一 但在一九六零年代 這種烏龜一度瀕臨絕種 最糟糕的時期 一度只剩下十五隻 為了富裕象龜 加拉巴哥國家公園 決定進行人工富裕計劃 將包括迪亞哥 一共十五隻象龜 運送到國家公園內繁衍 經過五十多年的觀察 島上的象龜已經能夠自行繁衍 確定中斷人工繁殖計劃後 四月圓準備讓迪亞哥跟其他象龜回到故鄉 加拉巴哥群島 這個群島目前因為新冠病毒疫情 暫時不開放遊客進入 在封鎖兩個多月內 而瓜多的研究人員 進行旅遊業對島嶼的影響調查 發現當地原本被旅遊業影響的自然生態 正在逐漸回覆 而相關爺爺迪亞哥最後是在四月圓的協助下 在龜殼內放置了追蹤器 並且送回加拉巴哥群島中的無人島 艾斯潘諾拉到享受他的退休生活 記者陳崇真理報導